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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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背後靈嗎 那是因為疑配罹患致命的流感 哪有 那麼誇張啊 所以呢 他們交代我說 隨時你不行的話 我要隨時接棒這樣子 可是我今天看起來非常OK啊 那你說是假象 你有沒有聽過回光返照四個字 你是不是說我等一下下一秒 就要倒在現場 因為你想把你生命最後一根蠟燭 燃燒在這個攝影棚裡面 真的喔 我覺得玉琳哥你多慮 還是你先叫建設回家 我跟你講 外面喔 梁鶴群 宏都拉斯 黃豪平都在排隊 真的 他們說一個無宜配倒下去 真的 還有千千萬萬個無宜配會站起來 不好意思 幫我們後外面叫三台計程車好嗎 那我們四個人剛好湊一台那個 對… 幫我交一台 共程 不要 不是什麼 好 計程車對不對 你要講零車對不對 不是 計程車 對 你們四位先回去 我很OK的 我終於回來了好不好 今天在這邊的目的主要是 隨時那個幫宜配 因為你有什麼突然心計 OK OK 還是頭暈啊 就黏我一下 我就知道了 對 你就代替我就對了 對… 什麼都可以做 播新聞不行 對 我本來想說叫你播兩則新聞 那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知道我們今天 攝影棚裡面 棚必生輝 我們今天來了三位 目前在大馬都非常非常紅的 製作人 然後兩位女神都來到現場 不得了啦 我們趕快介紹一下他們 來介紹我們創作鬼才黃明志 偶像 偶像 大家好 明志算我自己的兄弟了 我跟他很熟 我們吃過一次飯 蛤 我的人 吃一次飯就超熟了 吃兩次飯就任堪弟弟了 真的 而且明志你比我想像中 因為我第一次見到你 然後我上次 我看到你的影片 是在Ken哥的K到大明星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 你知道我那一整個晚上 點的那個影片 點了十次有 我笑到在地上打滾 你是吃到椰子 不是 因為Ken就一直叫他的名字 叫黃志明 對 紀元 有夠欠揍的 黃志明還好咧 我一個朋友一直叫他黃曉明 不好意思 我覺得 黃曉明就 你也知道他很多 黃曉明真的太over了 所以今天來到現場 待會兒聽說會帶來 現場演唱的歌曲 對...會唱一些之前專輯的歌 對 然後我覺得黃曉明真的是 創作鬼才之外 我覺得他也是慧眼式英雄 他發覺這兩位女神 現在在 不僅在馬來西亞紅到不行 在台灣 港台 全亞洲 全亞洲都紅到不行 我們歡迎四葉草 不得了 太紅了 上次我近年來最愛的歌手之一 真的喔 上次那個誰來演 有吃過火鍋嗎 跟他倒是沒有 希望經過這一次以後 就有機會了 吃火鍋 對啊 因為你知道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MV的時候 是那個馬來西亞的雜母 然後我就心想說 這首歌寫得好可愛喔 結果沒想到第二首歌就是 好想你 這根本就是大家都會唱嘛 攝影棚應該沒有人不會唱對不對 連我們製作人 五音不全都會唱了 可是他誰不會唱 對 我老夢老 但是我也會唱 來...請上 好想你 你先叫建車回家 你才是有流感的人吧 對啊 那首歌難得什麼地方 任何歌曲只要伴奏越簡單的 就越考驗他的那個唱歌的本質 聲音要夠好聽 人要夠漂亮 因為一個人換那麼多裝 撐那麼久 對 尤其大部分都是特寫 所以一定是人夠漂亮 聲音本質夠好 才有辦法支撐 真的 我這樣講是不是就是內行人 對 很內行 超難唱 音樂人 所以今天我們的 所以今天我們的觀眾朋友 很有眼福 對 很有眼福也很有耳福 待會兒呢 四葉草也會在現場演唱好想你喔 然後接下來 他的MV最近在網路上 光我朋友分享 就已經分享到一個爆炸 你知道他的MV在短短一週之內 點閱率就破百萬 我們歡迎大馬新女神何念茲 不得了 這個MV其實兇性大發 什麼 你解釋清楚 沒有啊 就是他唱歌的那個 POWER很強大 對 最近在宣傳期對不對 對… 現在今天剛剛記者會結束 剛記者會結束 對 然後你的最新的主打歌 第一波是叫咪咪對不對 對 那個咪咪 那個MV我一看再看 我一直很好奇 旁邊那些人會不會動起來 最後都是只有你在動 其實你看的應該是舞蹈版 對 有別的版 也有兩個版 也有完整版 有完整版MV 完整版是大家動來動去嗎 對 他們會動 那我沒有看到 我看的是舞蹈版 而且還動很夠意義 他那個歌曲當然很有尊敬意義 因為就呼籲大家要愛護咪咪 敬重奶奶 對 他的歌曲的含義主要是這樣 沒有 要尊重長輩 他其實是一個 乳癌性覺活動的一個歌曲 了解 所以待會兒 念茲現在是在發片期 在宣傳期 待會兒在現場 要叫我們挑那支咪咪的舞蹈 對 好 我們先 我們先來看幾則 我們今天的娛樂新聞 首先我們要來看看是 中式中天的八點檔大戲 鬥嗓的純粹年代 他們舉辦了見面會 那麼在見面會的現場當中 男主角李韻慶跟女主角櫻福 在現場大賽恩愛 八點檔大戲 鬥嗓的純粹年代 自開播以來廣受好評 主要演員們 30號在百貨公司舉行見面會 和粉絲相見歡 而在劇中 討話不斷的李玉慶 竟然給我腳踏五條船 但見面會上貼心 地上外套的李玉慶 真的是暖男無物啦 欸 你現在要幹嘛 你現在要脫了嗎 你怎麼知道我很冷 欸 欸 我的群組在哪裡 喔 不是我的群組 好天啊 好天啊 而我們廉禁文 真的是後勤部的最佳人選 連李玉慶的爸爸 也忍不住表達愛意 你說是 謝謝你 另外演員也和粉絲們 玩起小遊戲 只能說韻慶爸爸 你真的是太可愛了啦 給你一個讚 好 怎樣 我爸不知道這是什麼遊戲 五個字 五個字 很不好意思的時候 挖洞跳下去 挖洞 我挖洞 挖洞給我跳 欸 欸 而李亞沙也一首包辦 主題曲 片尾曲還有插曲 聽聽那句話 完全催淚啊 我唱台語歌 也真的滿長時間的 也有好幾年了 那唱豆桑這首歌呢 我覺得真的這首歌 她的歌詞 我當初拿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她的旋律 非常的優美 就是娛樂 台北採訪報導 女神安心亞最近發行了新專輯 然後呢 她的神秘好友 藍正龍也現身了 而且藍正龍知道 安心亞其實單身滿久 還根本就在現場 幫她舉辦聯誼大會 女神安心亞31號 正式推出個人全新大碟 新專輯從演唱技巧到舞蹈 都讓人驚艷 穿著紅色套裝出場的她 若影若現的好身材 也讓現場美光燈閃個不停 我現在不管走到哪 大家看到我都是用那種 很羨慕的眼光 就是說為什麼我可以就是 瘦身這麼成功這樣 記者會進行到一半 各個藍正龍突然現身 也讓我們新亞是又驚又喜啊 謝謝伯露哥哥 就是很謝謝她 很開心有這個哥哥 其實藍正龍這次來別有目的 想要為新亞挑選適合的另一半 小姐 我是無敵警長 你好啊 她又來了 這是電話嗎 記得要打她 真的 過程 誰啊 我對你愛不玩啊 對你愛愛不玩 就說正龍啊 你到底有沒有心想要為妹妹挑選啊 很開心就好 沒想到說好不看外表的安心亞 還是把票投給了 蛤 滑爪 果然安心亞還是中外表的 太亂了 嗯 我不這麼全然 我是選比較順眼 其實我沒有傳中階段的押韻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再來看看同樣是不老女神的 這個關芝林 她今年已經54歲 但是她保養友方看不出來 而且聽說她是睡衣控喔 她為她自己的睡衣品牌站台 然後她有聊到 如果有適合的劇本 她也不排除要付出演戲 好 厲害了 身為一個專業的睡衣控 有一個自己的睡衣品牌也是很合理的事 不老女神關芝林日前為自己的睡衣品牌站台 她的好朋友們也都穿著睡衣來捧場 我覺得一人做生意不是這麼容易 但是這次是因為我也沒想到自己會 自己有一個自己的品牌 這個是機緣巧克這樣 所以我希望這個睡衣的系列大家都會喜歡 今年已經54歲的關芝林 還是身材曼妙 風韻尤唇 皮膚依舊保養得非常好 要是能看到她穿性感睡衣在拍行路 先買一件再說 而被問到有沒有計畫再付出 女神表示要先有好劇本 當時有好的一個拍檔 拍戲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樂趣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都沒有遇到一個好的劇本 所以看了 看看我這次出山 沒有 就是做一個工作 然後大家會留意一下我 那看看怎麼樣呢 再說了 這個是很隨言的事情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再來看看帥哥黃曉明 他在大陸出席了一個活動 但是你不要以為黃曉明 他穿什麼衣服都很帥喔 我們來看看他穿龍蝦裝帥不帥 紅毯一直都是女性們 爭起鬥驗的戰場 為了博得版面 有人起裝衣服 有人跌倒走光 就連平常喜歡中興打扮的 最帥女神宋家 昨天也在出席時尚活動的時候 穿上了正面大挖洞的透飾洋 又來搶收拾啦 對 我主要也是 難得一年穿不上幾回裙子 主演太子妃升職季爆紅的 女星張天愛也是盛裝出場 我今天真的是被這條裙子 給搞瘋了 這一路走來不知道多辛苦 紅腩這麼長 我穿了裙子就賣不開腿 然後一直想穿蕉 而相較於女裝造型的多變 男性們每天都是以西裝上陣 怎麼在一片黑壓壓的西裝裡 用小細節穿出自己的Style 讓大陸最帥小生皇小明 張妮他的小Payball 對 有一個要爬還沒爬出來的小龍蝦 對 因為愛吃小龍蝦嘛 對 所以就一看到 哇 有個小龍蝦配飾 我就拿出來 然後給他別在這個口袋裡 算是一個小創意 這件龍蝦新裝 你以為每個人都可以穿啊 是義大利民視Style Dumpley設計的 好嗎 原來小明的招式 喜歡吃什麼就穿什麼啊 還好他愛的不是臭豆腐或竹血糕啊 黃小明當天也在現場表示 接下來要多抽出時間陪老婆帶禪 我現在光盛緊 緊張和期待了 會的 我盡量多休息 就是娛樂 北京採訪報導 好 今天我們在攝影棚裡面 來了三位大馬的明星 都是非常非常火紅的 尤其是兩位大馬女神 其實我還滿好奇 四葉草跟何念茲 你們兩個長那麼漂亮又會唱歌 到底當初是怎麼被黃明志想中的 我以為妳的寒意是說 怎麼會跟黃明志這種在意 其實是這樣 可是他可能在現場 剛剛看了VCR 剛剛看了VCR才發現黃明志 跟黃小明真的差滿多 對啊 他說對不起 其實還好啦 就身高有差 我想問一下四葉草 當初怎麼被發掘的 其實是黃明志從網路上 發掘我的 是 對 然後 你問要不要吃火鍋 火鍋 真的 那一定是詐騙集團 你是隨機在網路上找人對不對 你本來是要打電話給波多野結衣 你不要亂鬧啦 你讓人家講一下 他正好沒空接電話 就乾脆打給四葉草 你讓四葉草講一下啦 大家很想聽 對 然後他就剛好找到我這樣 然後那時候他就私訊我 是用透過臉書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是那個Faker 就是假的 就是詐騙的 對... 然後因為他在馬來西亞是很知名的 一個製作人 然後也是一個音樂人 可是有可能會盜用他的頭啊 他聲音很好學啊 他打電話他 不要靠音 好像你就會以為是黃明志 對 說我可以嗎 冒飯到你了 已經從剛才冒飯到現在 就有差嗎 從頭到尾再冒飯 好 而且只吃過一吃飯 對 只吃過一次飯 所以原本爸媽會 也花了一段時間說服爸媽啦 他爸媽都出來 第一次全部出來 對 第二次吃飯 還一次都出來 因為怕說女兒被拐死 那爸媽吃完飯有沒有跟你說 好啦 決定的 就嫁給你了 好...沒有啦... 好 我跟你講 觀眾朋友很期待 我們廣告之後 就來聽聽四葉草 要唱他的成名曲 而且現在非常紅 好想你 馬上回來 1 2 2 3 1 2 3 Woo 想要 傳送迷宮簡訊給你 我好想好想你 想要立刻打動電話給你 我好想好想你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好想好想你 無論今天還是下雨 都好想好想你 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 你都不相信 当觉中爱问我有没有想你 我不懂得甜言蜜语 所以只说好想你 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要想你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 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 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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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里故里好想你 真的嘻变嘻变好想你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好想你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 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是故里故里好想你 真的嘻变嘻变好想你 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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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聽了 好可愛喔 心都融化了 那個西北西北是什麼意思 還有那個孤立孤立是什麼意思 西北西北就是 其實是在我們那裡的福建話 也就是類似閩南語 然後就是悲嘗的意思 那孤立孤立咧 孤立就非常給力 就是非常非常 很用力 就是真的是 其實我很喜歡 很喜歡你這首歌 然後我身邊有好多人 都把這首歌當成 早上起來要聽的第一首 就是叫他起床的歌曲 會被嚇醒嗎 沒有... 可是因為我第一次看到他 聽到他現場演唱 他後面那個 就是像銀鈴般的笑 妳有辦法模仿嗎 妳不要... 妳不要忘記斐薄 妳可以來 我不行 妳不要 妳試看看吧 妳是不是想要挖坑給我跳 不會 我真心的 我真心希望妳有一個好的表演 沒有...我現在因為在我們網路上 有太多人想要知道 四葉草的事情 不然妳來表演 沒有...我是男的 要不然妳模仿他一句 好想妳... 妳好煩啊 妳可以的啦 不要被老擊敗 妳可以的啦 妳剛剛用到彰化咧 不要被老擊敗這麼彰化 妳說看看 這怎麼是彰化 好聽話 來...妳試看看 好想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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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妳 是真的真的好想妳 不是假的假的好想妳 可以了吧 不錯 再帶一點滄桑啊 妳好煩喔 她真的被老擊敗了 你們不要亂罵髒 我們DC要罰錢喔 我不知道... 他們已經開始在合唱 對啊 一直在那邊 好 那邊想要罵髒話對不對 對 開始在存錢了 對... 但我是想要問 因為妳這首MV的那個 點擊率其實很高 而且當時候在討論度也很高 其實我們製作單位 有剪出來了一個畫面 就是說妳那時候在MV裡面 妳原本在前面唱... 但是後面 那時候討論度很高 是說好像一次有人在後面 是不是跳...跳下來是怎麼樣 其實這個問題 我們的大導演 就在這裡耶 來...導演 解釋一下那是怎麼回事 我之前解釋過啦 對 再解釋一次嘛 我們就是有看到這個東西 可是我們就放進去了 可是我們沒有剪掉 那拍攝的時候有看到嗎 沒有 沒有看到的對不對 真的喔 我以為是妳故意的耶 這個MV在7月半的時候拍的 對不對 差不多對不對 我就跟妳講不能在7月半拍東西 其實不是 因為我每次都... 對 來... 其實是中秋節 事業床 看一下VCR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 每次當我一說我好想妳 你都不相信 每次當我一說我好想妳 每次當我一說... 每次當我一說... 在最左邊那邊 白色的那個 妳沒看到嗎 沒有 不是... 是因為我看這個MV看很多次 可是我都注意她的臉 怎麼會有人注意後面啊 對啊 這個我一定要說 因為大家都問我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畫面 對 因為我自己第一次MV出來的時候 我是嚇到臉清清 然後那時候我就打給她 打給她 你們知道是什麼事情嗎 因為我是看到粉絲的留言 然後我才注意到 然後那時候我再睡午覺 但是一直以來 結果我起來我電話爆了 一直以來很奇怪 就連吸不到她 就到底發生什麼事的 MV裡面只要有這種 所謂靈異現象的話 每一首都大賣 對啊 那個無印良品有沒有 無印良品那個 他在你的傷心 裡面也是有靈異事件 有人在那邊拉窗戶或是什麼的 都會大賣 果然啊 而且人都會紅至少十年以上 真的 是 那以後麻煩 就是麻煩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錢會賺很多 錢賺很多不會麻煩 應該很開心 好希望麻煩一點 是錢用桃花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說 你們三位都是馬來西亞人 那馬來西亞的演藝圈 跟台灣的演藝圈 大家也很想了解 有沒有什麼不同 馬來西亞演藝圈 是聽說比較保守喔 沒有 那邊限制會比較多一點 真的 對 因為大部分是伊斯蘭教徒嘛 對... 所以會比較多限制 所以很多東西都網路上 會比較自由一點 所以他們都在網路上發跡的 對...都是網路紅人啊 對啊 我認識他們也是 因為他們都是網路紅人 但是如果是說藝人啊 要上馬來西亞的電視的話 是不是也滿多限制的 是超多 會很多限制 就好像有刺青的就不能上 我就必須遮 對 就不能太暴露 妳不能跟他們說都是用貼的這樣 妳就說那是紋身貼紙 不能... 所以妳那時候並不曉得說 妳是原本就知道說藝人不能 我不知道 妳還不知道原本 因為當時我才...她18歲找到我 可是我這個刺青是 她找到我之前刺的 那馬來西亞流行刺青嗎 OK 滿多人刺的 滿多 但是就是藝人 如果有刺青就不能上禮 就要遮起來穿長袖 那馬來西亞也會發生那種事情嗎 就是自刺太胎 就刺了那個小糧 然後後來原來是恨 什麼啦 有這種事發生過嗎 這個跟上電視應該沒什麼關係 好 馬來西亞也在電視上是不是 她就把她是恨 然後分手要吃 他們已經開始在吃火鍋了 好 馬來西亞在電視上 是不是也不可以說一些... 不能說髒話 髒話是一定都不行的 就是不能... 或者是聊太開的話題 太... You know 九點以後的話題這樣子 如果比較... 比較Sex的話題也不行 就是... 一百多台那種都不行 對 你嘗嘗看喔 你很了解喔 被我抓到囉 最喜歡看哪一台 我算是那個芭樂嘛 你知道嗎 那個辣妹共和國 有...我看到了 我當時當製作人的時候 最大的心願就是要製作一個 這樣的節目 對啊 她是一直沒有機會的 就請不到芭樂嘛 對 後來找到人母啦 對 然後因為何念茲 今天真的要恭喜她 因為她的那個 第一張專輯 那個咪咪那張 今天是發行專輯了 然後我們也有很多網友在網路上 就是恭喜妳 那在台灣跑通告 跟妳們在馬來西亞 不太一樣是不是 因為其實好像馬來西亞 電視台和電台就 可能一個星期就可以解決完了 就可以上完 可是台灣那好多喔 台灣妳要跑 三年都跑不完 跑不完耶 真的 跑到發下一張專輯段 那些宗教台 跑完都要跑一年了 對 而且在馬來西亞 咪咪這個字眼也比較敏感 所以妳怎麼辦 這個專輯只有在台灣發 暫時只有在台灣發 因為她的專輯裡面 幫她製作三首歌都被禁 四首被禁 都被禁啦 可是在馬來西亞 如果硬要講秘密 要用什麼字眼來替代 就盡量不講 也沒有什麼辦法 沒有 如果真的要講胸部 要講什麼 對 去講胸部可以吧 講阿嬤就不行 阿嬤 阿嬤可以吧 講奶奶 還要抱地 不是啦 玉琳哥我覺得 你跟黃明志湊在一起 我們小心 我們這整集會被罰錢 不是我好適合跟他 主持一個節目 對 一百多台的節目 對 我跟你講 現在黃明志聊開 感覺好像有喝酒 其實他沒有喔 拜託 然後我們待會兒 進廣告之後 廣告之後我們來聽聽 黃明志 他是不是要在現場飆高音 還是要唱別首呢 我們來聽聽 廣告之後他要唱什麼歌曲 厲害... 你為什麼會我分享 我現在是三間歌曲 我亦都要唱歌 我會唱歌 你應該是一首歌 你應該會唱歌 我會唱歌 你應該會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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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默的女孩 对你的真心希望你会明白 我也会 massage 纯诚的胎 我的style 会让你身体健康 Oh my Oh my Oh my Right Mary的女孩 虽然我是大妈的不宅 但我爱吃东洋 喝喝也乃我恨愉快 因为约会你出来 撒拜 太好了 好听 好好听啊 那个吊吊是在学泰国人吗 泰国人啊 对 因为他们讲话就会这样 泰国歌都这样唱啊 不是 问题是 你是一个马来西亚人 你在台湾念书 那你干嘛写一首 就是有泰国腔调的歌曲 因为那个我们马来西亚人 常去泰国 我们开车就到了 因为很近嘛 对 开车就到了 有吗 要骑水上摩托车吧 不用吗 开车就可以到 没有 开车直接到 直接过海关 但你很会去研究 泰国人的口音是不是 不是 因为我们那边 其实满多泰国人跑来那边 他们的口音很好学啊 那你可不可以从现在开始 都用泰国口音跟我们聊天 回答的问题都是喔 对 这样没问题啦 卡吧 没问题啦 他们讲那个 100$ right 怎么讲你知道吗 1 100 他问你是不是100块 我是听过他讲 100$ 他就叫拐 拐什么拐 真的啊 然后我们讲那个 Excuse me 对不对 他讲 我是听过他们是这样的 对 对 但是... 真的假的 真的啦 你去曼谷看看 这哪里的泰国人 那个啦 那个屏东的泰国人 但是你这首歌就是 写了有很多 其实是泰文发音的 比如说水门市场啊 然后什么通亚 那些景点 其实台湾人都蛮熟的 对 那些景点很多那些游客 是 那你来台湾念书 然后已经有 又在台湾发唱片什么的 你有沒有来台湾不习惯 最不习惯的地方 那时候我刚到 你要用泰国香调 刚到台湾卡的时候的卡 没有事要当泰国人 我来到台湾卡 我来到台湾那边读书 卡是什么啦 他们讲完后面 哪里都有要卡 卡是礼貌 礼貌 来... 卡 我们来到台湾第一天的时候 就地震 对 卡 怎么办 然后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地震的卡 对 所以有嚇到 不习惯的卡 以为有人叫我起床的卡 在睡觉的卡 我就说不要吵我睡觉的卡 一直咬我 當世界末日啊 对 你在台湾有看过 有泰国喜这种地方吗 泰国... 什么泰国喜 台湾有人闻的泰国喜啊 什么东西 这泰国人开的啊 就正常洗澡而已 就洗澡 要不然想到哪里 什么是泰国喜啦 就泰国人开着洗澡店 就伤温暖嘛 就是洗澡这样洗澡 对啊 就洗澡 应该是 听他这样讲 那四眼草呢 有没有来台湾觉得不习惯的 一开始就是天气啊 对 然后... 所以天气哪里惹到你了 我很奇怪 我有个特质 然后我的... 我的经纪人他们都会怪我 都会骂我 因为每一次我来到台湾呢 然后就会立刻天气变冷 明明可以就是前一天 人家是晴天娃娃 妳是那个冷气娃娃 会带来冷气 对啊 然后那时候我很衰 然后我就讲 我没有遇过地震 不知道什么感觉 然后他每天跟我形容 台风来的时候是怎样的 然后就想我没有遇过台风耶 结果就来了 而且是同时的 地震跟台风就很大 地震跟台风就很大 就是很近啊 这个算是单涡轮 双涡流 对 同时一起来 所以妳是怕冷吗 我很怕冷 而且除此之外 还遇到台湾下雪 是喔 所以那个时候妳在台湾吗 在台湾 台湾不早几百年来 也没下过雪耶 真的 一般无缘故下雪 那代表有冤情 对啊 所以妳也算是很厉害的 对啊 那我还是盖了五层被 然后只能待在那个暖屋旁边睡觉 三天 是自己一个人睡吗 对 真的 好乖喔 妳自己想套她什么话 沒有... 不然妳聞暖屋是一个人的名字 暖屋是一个人的名字 暖屋是一个人的名字 那暖屋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吗 还好没有很大声的 没有很大声 透出来 但果然暖屋就是一个人的名字 是 那念词呢 念词 我在用词方面吧 就可能好像马来西亚的羊角豆 然后台湾会叫秋葵 秋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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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会叫羊角豆 我知道因为秋葵可能长得很像羊的角色 对 我们马来西亚会叫羊角豆 对 好像水管 我们会叫西... 西水草 西水草 对 水草 西管 西管 我们叫西水草 西水草 西水草 西野草的草 西野草的草 水 水草 好啦 我们那边叫番石流 番石流 OK啊 而且他们说台湾的狗叫的声音 跟马来西亚的狗叫的声音不一样 台湾叫旺旺嘛 马来西亚的狗是汪旺的啦 汪旺的啦 为什么要这样等 叫泰国人是 汪旺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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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 日本是汪旺的卡豆 韩国呢 汪旺的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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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烦喔 我跟你講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用一句 道地的那个 马来西亚话 要骂玉琳哥 我 我 北达喊你咧 你们懂吗 你们懂 因为 你看我多热爱大嘛 我北达喊你咧 我热爱大 我连助理都用那个马来西亚人 这句话是我助理教你的 他说只好讲这句话 全马来西亚都有共鸣 什么意思呢 教一下观众朋友 我北达喊你咧 来 四葉草 好 帮我们解释一下 北达喊就是真的是实在受不了了 那你当我们是不是一起说 我北达喊你咧 1 2 3 我北达喊你咧 我怎么要这样讲呢 我怎么 我受不了你啦 那不就这样就好了吗 那他们是马来西亚的 你们要就是种一下他们好不好 北达喊用我的 北达喊 你咧 后面要讲你咧 你咧 所以你们会有很多就是语 语助词 语助词 因为马来话影响 因为我们的国语是马来话 它影响就是我们的中文很多 对 一样啊 就跟那个我们讲国语也会有 那个台湾国语历史一样啊 这样好 好 这样好 好 好 我妈还有一个也是 也是跟动物教程有关的 什么 就是这样吗 我们会讲四妹 四妹 是这样吗 可爱啊 你多讲几次来 这都会眉眉眉一直在叫 你讲五次四妹看看 四妹讲五次看看 为什么 又来了 好怕 好 我要可能给你挑 来 你 四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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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喔 就只是这样而已啊 好怕 我很紧张以为她发生什么事 她有疑心病耶 真的 你打喊你咧 她真的有疑心病 你欺负女神 对… 我还准备好她说不是妹了 不是妹了 那念词呢 那个是不是有 你觉得来台湾上电台 或什么通告 有不小心讲错话 讲错话 有吗 是没有啦 但是第一次 应该讲错话是她吧 对 我有… 我很多分享 你有 来… 今天讲到马来西亚 我就很兴奋 好 来 对 然后因为这样子 有一次我上那个电台的时候 然后我说了一句话 然后就让我的经纪人 跟那个DJ 就突然间瞪大眼睛看着我 那时候我说了一个字而已 就是爽 爽 就是我们会… 在台湾不适合女生这样 可是…对 然后她们就突然觉得很惊 然后那时候我就 Why 原来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就在马来西亚 你是说心如姐瞪你吗 不是… 绝对不是她 不是… 不是心如姐 在台湾女生讲爽 稍微有点不雅 对 所以在台湾你要讲 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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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适是大陆用語法 对 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 会说 这个东西很好吃 很爽 好爽 有没有看到女生 这个女生爽 我可以尽情地讲 对不对 就是工作啦 工作 不是 不是 可是我觉得讲爽还好啊 OK啊 好爽 广东人讲好爽啊 对 这就是天气很爽 很… 可是台语就有点 乖 爽 很冷 很爽 你讲很爽 很爽 很可爱 乖乖的 那我话是看人讲 他讲就很可爱 你讲就真的有点 你讲一下 你讲就很爽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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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马来西亚可以讲 屁啦 屁啦 會 就是很正常 屁啦 也还好啊 你看S姐也常常 對啊 你看 她们都会讲了 音效都会讲 就是会 可能女生说起来又会 可能 我覺得是你们经纪公司管太严 我跟你講 今天为了节目效果 念词跟事业草 一起来说爽啊 我们进广告好不好 1 2 3 爽啦 进广告 黄明镜唱歌给你听 马上回来 我今天太开心了 作词 李宗盛 特别想 dedi 爱 牵�익 简单 这是依然的倔强 挥手不看 往事虽又浓转淡 想见你也许是奢侈的愿望 沿着伤却流露假装 或许你已经将过去全都遗忘 其实我不会面对 其实我不能离开 留住这心碎超梦美女 此人我做什么都不对 遇到我心爱的人 遇到你心爱的惊 遇到你愿望 来华君心爱的孤单 好好听喔 而且又是那个多种语言 對啊 國台越 廣东 廣东话 这首歌是这个黄明志 寫给黄小虎老师唱的 心爱的人 而且也是那个电影 那部电影的主题曲 冠军歌王的主题曲 但是你诠释起来 跟黄小虎老师诠释起来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我是摇滚版嘛 我是电影里面的 你觉得你唱得比较好 还是黄老师唱的一首 你这样问啊 大马人最正直的 我觉得我唯一唱比较好 是广东话那一段 因为小虎姐不太会广东话 了解 各有所长啦 没...他唱肯定比较好 天使这歌是你写的啊 他多谨慎啊 你连讲各有所长 他说不...他放得比较好 没有 问题是 这歌是他写的嘛 所以歌曲写得好 诠释的人很好 很多人写歌写得很好 唱歌难听死的也一堆 比如说谁呢... 你就是说谁 你随便说一个 很多歌唱比赛的评审 都是那一种的啊 你随便说一个 但我不方便讲是谁 我也要你不方便讲的时候 那些人现在都还活着 没有 我心想说 我心想说你抛出这个话题 你应该要讲一个是谁吧 不会啦 名字比我知道的更多 真的吗 你参加过歌唱比赛吧 没有... 那你是对的 因为那有时候是练狱 你知道吗 面对一堆唱得比你还难听的 他要跟你打分数 你不觉得很瞎吗 比如说谁 那个进广告我再跟你讲 好... 进广告有Live 那吃我过我再跟你讲 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说 其实黄明志 他真的很会演是英雄 他早来都是美女 而且都是会唱歌的 那念词 今天发专辑 那他们聊一聊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跟他合作 为什么会想跟他合作 其实他是在网路上找到我的 也是在脸书上私讯我 就说要找我 談关于经纪公司的东西 然后当时我觉得 他根本就是诈骗集团 也是跟他一样 每个人都觉得你是诈骗 然后我就没有理他 然后后来他托我的朋友找我 你还不死心喔 就因为我怕他误会 以为假的 对 你看才是的确啦 结果原来他是怕 原来真的他才不要 原来是真的才不要 可是不准不佩服民視的眼光 他挖掘出全大马最闪亮的 两颗星出来 对啊 这个功力不得了 可是那个时候你有 我曾经看了一篇报导有讲说 因为你... 因为我看到你那个咪咪 其实穿得非常火辣 应该可以说火辣 然后呢 就有记者就问你说 那如果说要你全裸可以吗 你竟然说OK 全裸OK 不露三点我都OK 全裸要不露三点 那等於就是背对大家 那我也敢 没有啊 可以遮啊 就不要露三点都OK 这个我不知道他OK 那早上我就... 没有... 你报导不是还讲说 要露也要先给导演看 导演就你本人嘛 没有 是说如果拍电影啦 刚才讲的那个 记者问的是电影 所以要看导演是谁 那当然可以啊 如果是李安 社界2 对... 那怎么会不行 好 但是因为两个人 都是从网路发迹嘛 那你也知道说 现在网路酸民很多 很喜欢酸言酸语 但虽然说你们两个 长得漂亮又会唱歌 但是有没有曾经有 听过网路上 有对你们不好的一些批评 有吗 多啊 太多了 草操会吗 判断会不爽吗 其实我们网路红人 我觉得蛮自豪的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心脏非常强大 对 真的 因为这个是念出来的 当你每天每天都在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哎呀 so easy piece of cake 真的吗 真的 那你听过 你会找一些比较好笑的出来笑 这样 对对对 这个留言超好笑的 真的 那你觉得最好笑的是什么 我觉得好像 因为之前我有上盖世英雄一个节目嘛 然后那时候就大 就有些人会觉得说 对我不赞同 不认同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会在下面留言说 哎 要不是你爸有钱 怎么可能会上盖世英雄呢 然后就有些很好笑 因为我爸爸都有在用Facebook 对 然后他就拿给我说 哎 我不知道原来我那么有钱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算是就是 就是酸说你是靠爸或是干嘛的 但是有没有写那种 真的有人声攻击批评 你觉得很难听的 我觉得怎么攻击我都无所谓 因为就是都习惯了 不过就是千万不要有牵涉到家人 对 因为台湾有一个伟人说 那个被骂是消业障 对 张伟宗她说的对呀 真的 真的她消了很多业障 对 我这几年那个业障 就让嚇到下辈子去了 所以你现在如果看到 网路上的一些批评 你就是假装没看到 我现在我没有很好笑的你 你笑而过 你去看你信心会变好的 真的假的 真的 通常都会很想要跟他们骂回去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有人去追踪这些人 有些他们是长期来骂的 后来他们去追踪他的私底下 他私底的脸书 自己的个人 然后发现到他有加入一些群组 然后他在群组那边 然后你再追进去看 他在群组那边揪人家来骂 人家不理他 快点来我们一起去骂好不好 有这种揪团骂的 这是他们生活的一个乐趣 这是他们的专业 而且女生还比较好 那个名字应该就常被骂 而且都是那个大马政府骂的 不要再提那个事了啦 算了... 那面子有被骂过什么 我也是被骂家人 我会比较难过 然后有时候我好像有些人 最近网络很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你这样子... 你家人知道吗 就好像这是咪咪 还好吧 关你什么事 对 这些咪咪 然后就有人说 你穿那么露 你家人知道吗 然后我姐姐就在... 还你要怎么回答 我姐姐在下面留言 我是他家人 我知道 这样子 你就是回答说 我亲戚也知道了 那你有没有曾经说 看到某些留言 会让你觉得有点受伤的 有吗 家人耶 还是家人 还是攻击家人 有人攻击过你家人吗 有人攻击过你家人吗 有啊 就会说 怎么... 怎么你家人会让你穿那么露啊 你是不是家庭 没有把你教育好这样子 对 我就觉得很伤心 就... 可以攻击我 但是不可以攻击我家人 但是我跟你讲 你不要伤心 因为虽然咪咪这首歌的MV 虽然有被... 正面...正版面的批评都会有嘛 有人支持 当然也就会有人不喜欢 但是我个人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你的舞蹈 跳得很可爱 我个人以及我家人 也都很喜欢 所以广告之后呢 现在在宣传期 发行他的新专辑的何念慈 要教大家跳咪咪舞喔 马上回来 好耶 回到旧视娱乐的Live现场 我们的大马女神何念慈 她今天发行她的新专辑咪咪 所以呢这首歌在目前在网络上很红 然后MV也很红 那你先用芬姐的动作 教大家跳 然后我们等一下放歌一起跳好不好 好 明智你很会跳对 不不不不 她蛮会的 真的喔 你明智人我懂 她说不会... 一来 对 好 芬姐的动作先教大家一下 好 副歌...開始 副歌先把手放在胸部旁边 然后转向左边 吃完饭了 然后转两圈 咪咪 然后右边转两圈 咪咪 然后画一个圈 然后画一个圈 相声圆满 咪咪 胜利 然后A B C D E E F G 我竟然会唱耶 因为我都超洗脑的 很洗脑 然后接下来还是一样的 就是左边两圈 OK 右边两圈 然后画一个圈 圆满 耶 永安 然后...不是 然后接下来就 PINKY PINKY 然后就SEXY 是从下面摸上来 下面摸上来 草草你有在跳吗 她根本没有在跳 她真是没有在看 我跟不到那个 SEXY 而且告诉你 她刚才放白眼 我哪有啊 不要乱讲啦 人家是女神 对 然后就SEXY KAWAII OK 可以了吗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学起来了吗 OK喔 要放歌了喔 老师请聊 我做工的观众 耶 当做瘦身操啦 LiSEN 她SEXY 好像负责拍手这样 來… 送起来 厲害啦 好厉害 好厉害 好难喔 太好了 跳舞就是要有自信 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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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装了你 我觉得我们都跳太烂 我跟你講 你等一下再放一遍 你们两个跳 我只会跳前面一点 你没有 你那超夸张的 不行 然后他放我们来看他们两个跳 然后你就可以大展身手 好 那你要跳 我一直看他跳就会一点点而已 真的 没有…我觉得你刚刚前面跳得很好 可以啦 明智 而且那个画面不好看 给他跳 我不管… 就你们两个一起跳 可以 好 我可以 帮他打歌嘛 好厉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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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子OK的啦 OK 后面继续… 很可愛 掌聲鼓勵 這個舞太棒了 這個絕對可以整個氣勢 壓過那個江南大叔那個 江南大叔已經過時了 對 他真的 當初江南大叔沒有在看我們節目 沒有 他每天低著我們直播給看 怎麼可能 他最有事 他每天睡前都要看一次 再宣傳一下 還是師傅要幫你宣傳 你自己宣傳 宣傳一下你自己的新專程 今天已經發行了 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ichio 何念茨 我最近剛剛發行我的同名EP 然後這一個EP裡面有五首歌曲 然後裡面有女神 然後咪咪 還有男神請舉手 其實男神請舉手 這是滿特別的一首歌 還沒發表 對 其他我還沒看到 該發表都發表了 對 因為這首歌會比較 再三八一些些 太好了 還要再三八一些些 對 我們就是喜歡這味的 對 好 我跟你講 因為何念茨今天發行了新專輯 當然我們今天 玉琳哥今天來陪我播一整天的新聞 對 我也累了 所以 不行 我覺得你剛剛在後面叫我偷懶 你以為我不知道 我動得比你還瘋狂 我們最後 要幫念茨一起打歌 我們再放一次 讓玉琳哥跟念茨一起跳一首秘密 Yeah 來 你給我認真 好厲害 有耶 動起來 你真的動起來 後面 繼續 後面 繼續 有了 好恐怖 好可怕 到底有什麼事了嗎 好可怕 真的很白 在皮打中 那是